今天是我们欧洲25天七国游的第11天 早上我们吃完早餐休息了一会儿 准备开着前面的小车去柏林游玩 柏林位于德国的东北部 现有居民约340万人 是现在德国的首都 也是德国最大的城市 更是一座承载着德国重大历史的城市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将它移为平地 战后柏林被一分为二成为了冷战的前沿 说到这里让我们想起来 我们对柏林的第一印象 也是比较深的印象就是柏林墙 柏林墙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德国被分为了东西德 虽然柏林位于民主德国 也就是东德的境内 但当时的柏林却被法国 美国英国和前苏联分成了四块 西柏林也变成了联邦德国 在东德的一块飞地 四周皆是苏联控制的 共产主义制度的东德 1961年东德为了防止东德人 从东柏林跑往西柏林 修建了长达169.5公里的柏林墙 把西柏林完全封锁在东德的范围之内 关于这段历史 在我们参观柏林遗址纪念公园 走过一段老柏林墙的时候 在柏林墙旁边的一个家属楼上 看到了几张老照片 查了一下资料 我们才知道柏林墙是在1961年才修建的 这个纪念馆位于柏林的北部偏西一点的地方 是我们今天柏林一日游的第一站 这里也有很多图片展览 可以让我们看到柏林墙的实际情况 它有两道墙组成 中间是一片真空地带 每隔100米左右 有士兵站岗的塔楼 听说隔离带中间还有狼狗巡逻 这个纪念公园还保留了一段柏林墙 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以前的东德 围墙外面就是西柏林 以前的西德 这个纪念墙里边的照片 都是一些未推翻 柏林墙实现两德统一的勇士 1989年11月9日的深夜 在东德民主的抗议下 东德被迫宣布开放柏林墙 1990年10月3日 德国重新统一 柏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柏林墙被拆除 参观完柏林墙遗址纪念公园后 我们准备开车去柏林市中心游玩 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别人的攻略 柏林市中心这几个景点离的都不远 我们准备开车先去第12个景点 国会大厦和柏兰登堡门 这两个景点离柏林墙遗址纪念公园也不远 2.4公里开车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的运气还挺好 在柏兰登堡门附近转了一圈 当走到国会大厦附近施普雷河边的时候 正好遇到一辆车出来 我们就把车停在了这个路边 欧洲很多著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城而过 像巴黎的塞纳河 法兰克福的美英河 柏林也不例外 施普雷河也穿过了柏林的市中心 很多著名的景点像德国国会大厦 柏林大教堂等也都建在河边 我们沿着河的南岸向国会大厦走去 耸立在共和广场上的国会大厦 也是柏林的主要景点 过了国会大厦 再往前走一点就是柏兰登堡门 柏兰登堡门是柏林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它曾经位于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的分界线上 曾被视为这座城市的分裂标志 自结束分裂以后 它成为了统一德国的象征 玩了半天 我们也有点饿了 准备尝一尝柏林的美食 在网上查了一下 找到了一家位于柏兰登堡门和国会大厦之间的一家饭店 点了网上朋友推荐的这家招牌菜 也是柏林的特色菜 脆皮猪肘 柏林特色炸香肠和薯条 和甜点苹果派 吃完午饭休息了一会儿 我们又开车前往柏林大教堂 从国会大厦到柏林大教堂有2.9公里 开车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正好在柏林大教堂附近的柏林新博物馆门口找到了一个停车位 在柏林新博物馆旁边是摘姆斯西蒙画廊 今天是6月18号 星期天好像画廊搞得有活动 住廊下面和草地上有很多人在画画 从柏林新博物馆出来 过了马路就是柏林的旧博物馆 旧博物馆的正面是鲁斯特花园 鲁斯特花园的东面就是柏林大教堂 柏林大教堂曾经是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朝的宫廷教堂 后来成为基督新教路德宗的教堂 这座带有文艺复兴风格的新教的主要教堂 与梵蒂冈的圣彼的大教堂 分庭抗争 我们今天柏林一日游的最后一站是东边画廊 东边画廊是由118位艺术家创作的 受保护的涂鸦艺术项目 涂鸦覆盖了柏林墙的一部分 旨在庆祝柏林墙的倒塌 我们开车先到了东边画廊的西面 把车在路边找了一个位置停了下来 沿着东边画廊的西边往东边走 走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 这段距离应该比较长 我们就又回头走回了停车的地方 准备开车沿途慢慢的欣赏 因为我们刚才走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那几个比较有名的作品 早在西柏林时期 涂鸦就在柏林十分盛行 柏林墙东柏林一侧是死亡地带 西柏林一侧则成为了涂鸦爱好者 施展才华的天地 在柏林墙倒达后不久 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 在这段柏林墙上作画 露天的艺术画廊 东边画廊就此诞生了 2009年 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 墙上的大部分作品得到了修缮和更新 就形成了今天的东边画廊 通过慢慢的寻找 终于让我们看到了 这张被称为兄弟之吻的网红涂鸦墙 好的 柏林一日游 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吧 牢 groupe 等下 猪猪猪猪猪猪猪按照 你care 过 年